美国是移民国家 外国人可以通过衣亲 投资 工作等等各种途径 获得移民美国 实现美国梦的机会 参与新移民改革法案计划增加技术性工作签证的消息传出之后 也引发了反弹声浪 有人担心联邦政府拆东墙补西墙 增加工作签证名额 恐怕会让亲属类移民付出牺牲代价 亚太法律中心上周五发出了一份声明 强烈呼吁国会领袖 不要以牺牲美国家庭团聚为代价来推行移民改革 不过移民律师则分析 工作签证与亲属移民通常不会互相影响 因此不必过于担心 亚太法律中心发表声明表示 家庭团聚是社会的基石 也是美国传统价值观之一 家庭不能被当作移民改革博弈的筹码 亲属移民从根本上来说 毫无疑问是保障美国社会可持续 以及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亚太法律中心强烈敦促美国国会领导成员 坚持美国神圣的家庭价值观 保留和强化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系统 针对这样的担忧 移民律师表示 提案上面有一些想法 可是包括说要如何来分配有关亲属移民的名额的部分 很少是看到说直接废掉某一项 然后把这一项拨给另外一项 我想这在提案上面可能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目的 可是应该不至于这么样子做 而究竟亲属移民配额会否受到工作签证增加影响 要等到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具体内容公布后 才能揭晓 十八台新闻哈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